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幾個星期前,我分享了一些晚霜的用後感 一不離二,今天不如輪到日霜 數一數,原來我都在用不少的日霜 如果你都想知道我的review在用什麼 廢話不多說,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我對日霜的要求沒有晚霜那麼高 不需要很強的收穫效果,很強的滋潤感 反而在日休的時候,幫我維持著適當的保濕度 到下午不會乾到慢慢緊,也不會有局促感 晚上開始飆粒粒那種不OK 還有不要和我的防曬底妝打架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要介紹的日霜比上次的晚霜便宜很多 沒有那些千多,幾千元,全部三位數字就有交易 我也有個習慣,就是同一時間會開一個比較滋潤 一個比較清爽的日霜,配合不同的天氣使用 那現在不如先說一些清爽的日霜 手上這三款都是質地比較清爽的 這一支是SXY的魚腥草金谷藍降溫鎮淨補水面霜 它是透明的Lotion狀 一推開就會看到質地很輕盈,很水感的了 塗兩下就已經吸光了,沒有任何味道 它也是CP值高,大約150元就有60ml 對我來說是非常舒服的日霜 冬天如果又冷又乾,然後脫皮的日子不夠力 但是現在比較潮濕,回暖的時候用非常舒服 很適合一些怕黏黏黏 但是又想要一點滋潤度的朋友就很適合 然後另一個更加清爽的就是我剛剛買 其實是回購的,因為每一年夏天我都一定會用的Caudalie 它叫做葡萄紫雪巴保濕面霜 260元,有40ml 質地方面跟名字一樣 好像雪巴的,看起來很稠 一推開,立即變水,極度輕身 它是我用過最沒有負擔感的面霜 就算去到夏天,30多度出大汗都完全不會局促 除了我喜歡用之外 男朋友的爸爸也指明是要用它 我要定期幫他買的 所以游機的朋友,混合機的朋友 在夏天想找一個面霜,用它就最適合 我覺得這個系列全部Cream都很適合當日霜 這個是最輕身的 然後還有兩瓶 一個是Gel Moisturizer 另一個是Cream 它們都是在我不同的季節做日霜的 例如轉季,春天,秋天我會用Gel Moisturizer 然後冬天的時候我會用它們的Moisturizing Cream 讓大家看看質地,這個是Gel Moisturizer 裡面真的好像一些動油的Gel Cream 塗出來一樣都是很輕盈的 但滋潤感會比剛才的雪花面霜多一點 會有一個保護膜的感覺,但不會局促的 然後再滋潤一點就會有這個Gel Moisturizing Cream 它的質地明顯會挺身很多 是Cream狀的 塗出來的時候也會感覺到它的厚度會多一點 它滋潤得來不會油不會黏 所以我會當它為冬天的日霜 但如果以晚霜的標準來說 我覺得它少了一個油潤感 總之這個系列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西柚味 日頭用會更加醒神更加適合 不同的季節,不同的天氣,不同的膚質 你可以選擇相對應的產品 清爽的代表還有這個 Innisfree的綠茶籽精髓水分精華面霜 它是$200.50ml 質地方面我覺得它是一個很軟滑的Cream狀 塗在手上,你會感覺到很容易推開 很輕盈,清爽的面霜都差不多了 它的味道是好標準 你進入Innisfree專門店一吸,就是這股味道很香 對我來說是很入門級的面霜 很多年前我都會買它 日霜又用它,晚霜又用它 但現在我長大了 晚霜它不夠力,也沒有太大的修復功效 所以我就會把它變成了日霜 放在長袖那裡用 它的保濕效果,滋潤效果都適中 特別是適合學生 或者你剛剛開始護膚,預算沒那麼高 它是不會復的一個產品 唯一如果你是敏感肌 很容易對香料敏感的話 這一點就要留意了 說完一些清爽的面霜之後 未去到滋潤 因為我覺得有些面霜的質地 是介乎於清爽和滋潤的中間 就好像我手上的這三款 小星層Starry Tail的N9 貨妝要429.40ml 而我手上的這個 就是15ml的試用妝 質地來說,它都是Lotion狀 然後推開非常之容易 又是很水潤 但比起剛才的清爽面霜 它多了少少滋潤感 它有少少薯尾草的味道 用起來很舒服,也有適當的保濕感 但我自己覺得比littleStardust更壞了 它這個產品就沒有那種 哇一聲的感覺 如果你說剛剛開始落坑買它的話 你不會覺得這個品牌有什麼威力 或者很經驗的 所以你還是買面霜、泥霜等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是成為了他們的忠實粉絲 你想買一個很安心的面霜的話 它都OK的 只不過就是沒有那種經驗 驚為天人 然後覺得與別不同的感覺 然後日霜不得不提的 就是Kiehl's的Ultra Facial Cream 它的價錢是315.50ml 質地方面是很typical 很柔軟的一些霜狀 然後塗上皮膚那裡 是很滑、很容易推、延展性很高的一個霜 這一款面霜可以說是歷史悠久 十幾二十年前 剛剛開始認真護膚的時期 我已經有用它了 應該是我頭三個買的面霜之一 很厲害 去到這麼多年之後 我都覺得它挺好用的 沒有退步過 然後最喜歡用它那個 是我男朋友阿金山 對他愛不釋手 在家裡一定要放在桌面才安樂 他有用一下我又用一下 就成為了我們經常用的一個面霜 它的感受就是滋潤但不會黏黏黏 是一個很入門級的 沒有任何味道的 然後我用了這麼多年都沒有敏感的狀況 但有些朋友對這個牌子都會有過敏的 自己要去試一下 我和男朋友都不是狂飆油的那個類型 如果你是油性肌膚的話 它也有點厚度的 你就要回去清爽型了 但如果你由中性肌膚去到乾性的話 就是想找一個日商入門級的經典 用它是不會出錯的話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說完經典就不如說一個新出的 NARS的這款Light Reflecting Moisturizer 它是今天最貴的一款 660元50ml 質地方面有點像奶油狀很滑 然後塗上手一推開 它會變了有一點水膜的感覺 認真聞會聞到一股淡的味道 但不是香料味 這款剛剛用了不久 算是初步用後感 以前我用過很多NARS的Aqua Gel 很喜歡它輕身 然後多功能 可以做日霜 可以混合粉底 令到一些潔滑的粉底輕盈很多 這款我覺得它和我一樣都成長了 變成了一個加強版 它的滋潤度會再高一點 沒有以前Aqua Gel那麼清爽 但也是一個很舒服 不會有負擔感 以我現在這個年紀作為日霜 我覺得是不錯的 好像一層水膜在臉上 不停泵一些保濕感 所以我會用多一會 現在暫時剛剛用的觀感 是非常良好的 以專櫃來說 我覺得它不是很貴的日霜 但以今天介紹的日霜來說 它就比較中價一點 最後當然到滋潤型的臉霜 有這兩款 這個是NORF EXPERT的 舒敏保濕油滑乳霜 價錢是$210.30ml 質地是很滑很滑的cream狀 比較稠的 推開的時候你不會覺得難推 反而是一種很滑的感覺 聞下去是有少少乳霜的味道 大家明白嗎? 然後到現在吸收完之後 我都是摸到一層滋潤感 一層油潤感 所以去到冬天很乾很冷的天氣 你塗上臉上 即時可以舒緩到乾燥的問題 也是摸下去很滑很柔軟很喜歡的 但現在去到潮濕回暖比較熱的天氣 我覺得這個質地實在太厲害了 可以變成夏天的晚霜 你開冷氣的時候用它可以做到鎖水的效果 而且如果皮膚很乾燥 一些輕型的質地做不到鎖水的話 真的可以試試它 但你油性肌膚混合性肌膚 如果想日頭用的話 現在這個天氣我就覺得應該不適合了 來到最後就是這款全能奇蹟舒敏保濕箱 牌子不會讀 我怕讀錯 它的價錢是$188.100ml 它的設計有點像牙膏 如果不小心太大力擠的話 它一開就會撕出一些霜霜 然後它的霜霜比較挺身 但一樣都是很好延展 很好推的 剛剛的份量不小心太多 整塊臉都不需要用到這麼多 聞起來都是乳霜的味道 然後塗在臉上 比起剛才North Expert更加滋潤 North Expert會吸收完之後皮膚變得油滑 但這個你真的感覺到滋潤感 還有上面有少少油的感覺 所以去到冬天很冷很乾得七度的天氣 我就真的用它 還有很多功能 除了做日霜之外 它是可以做到makeup primer 或者是急救面膜 敷它五分鐘然後洗了它 真的你上不了粉 卡粉的日子 立即可以變成鐵伏 它是很好用來開門口的 但不會是每一天我都用到的日霜 因為這個油感實在有點高 去到很乾燥的日子 睡得不夠 需要立即急救 立即變得滋潤的話 就可以試試它了 好了 今天一口氣跟大家介紹完 我用的一些日霜 是不是花多眼亂呢 我都是根據不同的天氣心情 和皮膚狀況去選擇那一天用什麼日霜 如果是最常用的話 皮膚乾燥很冷很乾就會用這個 然後如果是潮濕的日子 我會毫不猶豫選擇這個SSY 但其他我都很喜歡 因為不好用的話 已經打了懶攻 不會記得拿出來講的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如果喜歡這類型 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下載兩條新片 凡是六更三 凡是日更十二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